歡迎大家收看新一集的教學 上一集就教了大家怎樣把一個人高速地扔上牆的特效 今集我就會講解這個能量罩的做法 好,我們事不宜遲,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現在所有東西由零開始,首先我們去New Composition 然後我們改名叫Ming,名字無所謂,29.97 這個Resolution,我們隨時可以再Set,暫時10秒 OK,然後我們就把這個Footage拉下來 Layer Name這裡我們就改這個就這樣叫做Ocean 好,那我們看一看,這條片就看到Ocean擋 然後準備跳起,但我已經CUT了 好了,我們暫時先做一點事情 我想去到第23格,後面那一部分我不要 那我們就按住Alt,再加右括號 那你會見到這一行就會斷了 好了,為什麼我會不要呢 因為其實後半部分它跳起那邊是我用來做飛去後面的特效 但是就不關這次的教學事 所以我就不要了,CUT了它 然後呢,我想拖長這條片 讓我那個氣罩的特效大家可以看清楚些 那這裡我就會打開Layer Time這裡,我就Fleeze on Last Frame 那剛才我在23格那裡剪斷了它 那它就會將23格一路就Hold住 直至到來個Composition,尾那裡 好了,那現在第一步我們做完了 那因為我們拍的時候是4K來的 所以你會見到其實它大了一倍的 那我首先暫時我就要縮小它50%先 我們按S打開Scale,然後我們打50% 好了,那暫時的Footage我們就搞定了 那Footage搞定之後呢 我們下一步就開始 刁鎖那個防護罩了 那我們首先呢,我們就開一個 Solid先 這個Solid我會叫它做Noise 19201080,OK 好了,那現在你見到是七黑一片 沒有任何的東西在上面 那我們去Effect那裡呢 我們先選一個叫做 Turbulence Noise 就是這個了 那我們拉下去Noise這裡 好了,那你見到會有一堆雪花了 然後呢,我們去Fratal Type那裡 我們就選了 Turbulence Sharp 然後我們要 Invert了它 Invert了它之後,你會見到 黑色和白色是相反不同了 那現在呢,就有一點點像一些很 自然的能量的感覺 然後呢,我們就開始要調校一下它的 對比度啊 光暗啊 然後呢 然後 Transform裡面 我們或者可以開大一點點 角度也可以調校一下 我們在Offset那裡也可以 較左,較右,或者上下 去找一些你自己覺得對的花紋 OK 那也可以試試玩一下這個Complexity 你會見到一拉高一點的時候呢 它裡面的細紋是會更加多的 那你縮得越少的時候呢 那你會見到 慢慢已經開始變成另一回事了 那這個你們可以大家 因應自己想要的效果去玩一下 好,然後呢 然後呢 我會加多一個叫做 CC Vector Blur 會令到它的形態再稍微改變一下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關掉它 開了它之後的對比 好了 那你會見到呢 它越縮越厲害的時候呢 上面的邊開始會漏縫的 那我們怎樣可以慎防它 這個情況出現呢 譬如我就算我現在拿到我要的效果 但你看這些邊呢 它開始走了 那我們再加多一個Effect 叫做 Motion Tile 我們拉過來 那這個Motion Tile呢 一定要在CC的Motion CC Vector Blur的上面 那然後呢 我們將它的Output 調到110 這個也是 Motion Tile 是令到你某一些東西 如果 出了鏡頭之後呢 它是會把邊位鏡射出來的 那你會見到 現在它消失了 那我現在做個實驗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它這個正常在鏡頭裡面 如果我拉出了鏡頭外面呢 那你會見到它沒有了東西的嘛 但是只要我將這個Motion Tile的Height 慢慢加長一點呢 你會見到它是鏡射了出來的 會見到這兩度 其實是一個鏡射位來的 那你那個Output 越多呢 它就鏡射得越遠了 就算再拉高一點呢 你會見到它還是 依然有 有那些Noise在那裡 好 那我們先回復正常 8-1-8-1已經夠了 那我們現在繼續玩一下那個Veta Blur Veta Blur 下面還有一個Map的Sortless 那你會見到一路調整 它也會有一點輕微的變化 是蠻好玩的 那我們不如試一下這樣 看看出道理效果又是怎樣 那OK 然後我們要做一件事就是 防護網的能量 我想它一路向上走 那我怎樣控制到它向上走呢 就是我們去回Turbulent Noise 這裡的Offset Turbulence 那你會見到這裡有一個 你只要動它的時候 它就會向上走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怎樣做呢 我們Set Keyframe 那我 我們先把 這條Timeline拉回去最前 然後我們著了Stop Watch 然後我們去到最後 我想我預計它負 負萬五吧 不如 看看它的速度如何 OK 都不錯了 那現在呢 我就覺得它只向上走 就太單調了 我想連它這些 紋都會動 那我們就玩一下這個 Evolution 這個Evolution會怎樣呢 你見到這個數值一路拉呢 它會一路起變化的 挺有趣 然後我們一樣拉到最頭 我們這次按著Odd 然後按一下這個圖標 一按的話 你會見到下面開了一個 這樣的框出來 就給你打一些 叫做 Expression的東西 一些的表達式 那我們就很簡單而已 我只要按一個Time 就成 或者 200 它就會一路一路 200 這樣上 然後我們自己試試 它一次 那你會見到 除了向上走 這些法文也會自己變 那現在呢 為了我想 它這些更加有層次感 我就Copy多一層出來 我們選擇原本那層 我們Ctrl D 那現在又多了一層新的出來 那這個呢 我們就選 Add 然後我們就可以 將它的數值改變一下 譬如我們去Turbulence Noise裡面的Transform 這個Scale我們再開大一點 再開大一點 然後 又再移一下位 它那些對比度 我們或者零零射射 只是這個 我們又不同 我們總之 加強一點它的密度 好 或者這個我們去到負一萬 總之兩層的東西 是會有少少不同的 那你會見到 現在又多了少少層次了 那我們試一下 如果用Lighten 那個效果又怎樣呢 Lighten 就不會好像剛才按Add那樣刺眼 那這個純粹看看大家 的喜好 好 那現在我們做好了 這兩個Noise 然後我們就把這兩個Noise precompose 它 這個叫做 Shield Noise OK 那我們precompose了這個 ShieldNoise之後 那我們要做一件事就是 我們加個Effect上去 那這個呢 就叫做 CC Sphere CCSphere 那我拉下來之後呢 它會變成一個 球體 這個球體是3D的 那好了 我們慢慢一件事去修改它 那我們先將它那個 radius 擴大它 那大概按多了 我們這個可以慢慢再處理的 然後 Offset那裏 那裏 我們慢慢移回到Ocean的位置 那或者ShieldNoise 我們暫時轉做 然後 轉做Add 那 那 方便我們看它那個位置 那 那 然後呢 我們 看看它的燈光 那 你會看到它的燈光其實剛才是照到一邊的 這邊是黑的 那 我們就拉回去中間少少少了 調整一下那個light的height 好了 那現在基本上已經有一個這樣的光波出來了 那調整好這個光波之後呢 我們先把它再precompose一次 ShieldNoise Come 那然後這裡我們就調整它做Add 但是我們看到這條邊呢 是比較實的 那我們就 選一個 Ellipse Tool 我們畫一個圓給它 我們大概在這個圓的中心 我們按著Shift 一拉 我們順便加上Ctrl 它就會由中心點開始擴散了 那我們預約大概這樣一下 然後我們選這個墊咀 選擇 選擇2 我們先按兩下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可以移動適合它的位置 我們在這裡選擇 那就可以看到 我們選擇 那它這個遮罩就不會有任何的生效 我們就可以先移動適合它的位置再處理它 按兩下 我們 拉大一點點 好 好 到這裡OK 那我們選擇 轉回Add 那你就會看到遮罩 生效 現在那個 保護網 只會在遮罩範圍裡出現 然後我們打開這裡 我們選擇一個Furder 我們較高一點那個 乳化值 那你就會看到 然後呢 現在的邊 是比較蒙 少少 就不會剛才這樣死實實 那跟著我們又開始要玩另一樣東西 我們看回這條片一開始 這個光球已經在這裡 當然已經是不合理了 還有我想做到Ocean一交叉手的時候 這個防護網才會在手的位置出現 那怎樣做法呢 OK 那我們現在 先選擇這個 Shield Noise Comb 然後我們一樣用這支筆去畫一個遮罩 那這個形狀呢 除了你的 那我大概就 畫到 這樣 哈哈 好啦 然後我們打開 你會見到裡面多了一個Mass Tool Mass Tool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呢 這次我們選擇 Intercept 那你就會見到 因為 現在這個遮罩是在這個遮罩裡面 我們要選擇它們相交的位置才顯示 那你就會見到它現在 只剩下這個範圍有了 那當然啦 我們先關一關它 先 那我們見到這一朵花非常之 那邊非常漂亮 那我們給一點點雨化它 又是蒙了它 那之後我們怎樣做到擴散的效果 其實很簡單的 那我們 所以我們 先用這個遮罩 先 我們從一開始 我們看回Ocean 準備合起來的手 一合起來的時候這一刻 我們 在這個Mass Expansion這裏 我們先用這個Stop Watch 它 零我們都沒有足夠 我們要負的 負的才會完全消失 OK 然後它一合起來 我們看看給它多久時間 我們 試試效果先 我們移前幾格 然後我們將它的數值 一路向正數那邊調 你就會見到一路 擴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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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它的效果 好似有點慢 不夠氣勢 我們推前一點 好 感覺不錯 那我們給它一個F9 我們夥絕兩個keyframe 給它一個F9 好 好 現在這個工序我們又做完了 跟著我們又玩另一樣東西 首先 我們copy這個出來 這個ShieldNoiseCom copy了出來之後 我們改一個名字 叫做Disk 叫做Displace 然後我們就把Displace 拉到底部 我們調整它平常 這個不用再加 然後呢 我們就按一按進去 那你會見到它其實是跟 我們剛才這個 ShieldNoise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這個我還要給它一個叫做Level的東西 我現在可以按一下 L-E-V-E-L L-E-V-E-L 我這個呢就是希望將它那些 黑色和白色分明一點點 然後我們去 關上這個Solo 然後再加一個小小小的 其實我剛才做完那些 我們做什麼呢 那我現在先先 pre-compose它一次 那這個叫做Displace Mont Map OK 跟著我們在這個 ShieldNoiseCom 下面 我們加一個叫做Adjustment Layer 然後這個Adjustment Layer 那裏呢 我們加一個Effect 叫做Displacement Map 看到了 Displacement Map 跟著 我們在這個Displacement Map Layer 那裏呢 我們選擇 剛才我們這裡 pre-compose了Displacement Map 那你就會見到 只要我調教這些數值呢 它就會有少少一個 彎的效果出現 那麼它會因應你 那時候的花紋呢 你會見到它在那裏 彎一下彎一下 所以剛才我進去 用那個Level去教這些 黑白的紋理呢 其實就是直接影響它 彎的那個效果的 那譬如我們現在試一下 我先按一下這個鎖 我先按一下這個鎖 我就算按去第二板 它都依然維持這個畫面 那我選這裏 Displacement Map 那你會見到 只要我一路控制這些 剛才那些花紋 那些黑白呢 其實對它這裏都有影響的 越白呢 你會見它會越 堆得過來 那我們解開這個鎖 就會見到 我們看到這裏 不是堆到巢 我們看看是什麽原因 那你會見到 因為這裏太白了 那個反差太大了 那我們交回自然一點點 我們出來看這個效果 那它就會正常一點 那Displacement Map 我們搞定了 那我們現在又玩另一件事了 這次我們就要來 Project這裏 我們將剛才Displacement Map 我們在這裏複製 不要在下面複製 我等一下解釋給大家聽 究竟發生什麽事了 那首先我們在這裏選 Displacement Map 我們Ctrl B 變了多了一個Map Tool 然後我們改這個名字 叫做 Blur Map 然後拉下來 因為這個Blur Map 我是想再修改一些東西的 那如果我用剛才Displacement Map 直接Copy出來 我們在第二個Copy 改完的東西 會把第一個Copy的東西 都同時改 但如果我們在這裏 Project這個位置Copy出來 兩個就不會有影響 那我這個Blur Map 我想選什麽呢 我們進到這裏 那我們又是 見到它有個Level 因為剛才我們已經有在這裏 那這個Level 然後呢我們 可以再 我把黑色再修少少少少 或者 這樣吧 然後我再給一個 叫做 CC Vector Blur 剛才大家都用過了 那我把它的形態改變了少少少 好 改成這樣 然後我們再給一個 叫做 Fast Blur 經常都打了中文 去哪裏 Fast Blur 好了 我們再打蒙它 那這東西呢 是很好玩的 是什麽來的呢 那我們去回Main這裏 那我們再加多一個 新的Adjustment Layer 我們給點首尾 我們改回名字先 剛才這一個叫做 Distortion 那這次這個我們叫做 Blur 然後我們就丟一個 Effect 叫做 我不要常常開這個 我怕你們 不知在哪裏找 在這裏 那我們選一個叫做 Compound Blur 就是這個了 好拉過來 然後Compound Blur 這裏我們就選 Blur Layer 我們選剛才的Blur Map 那我究竟做了些什麽來呢 好拉 現在我首先 關掉最面的防護罩 沒有了些白色 然後我把後面的畫面 扭曲 Distortion 我都關掉它 最後就是剩下 Blur 那你就會見到 一路動的時候 其實它會跟著 剛才我設定的花紋 逢端白色的位 越淺色它就會越萌 那就做了一件事出來 就是逢端最強光的地方 後面的背景是會有少少蒙了的 能否留意到 然後我們逐層穿回它 這個Distortion 再加上Shield 如果我們嫌它蒙那裏 不夠過癮的 我們這個level可以 重手一些 讓它多一些東西看 我們較多一些 我們出來 你就會見到 蒙得更加厲害了 這個呢 就完全是 真的視乎你自己 想怎樣玩法 很明顯這裡 一大的洞 它是沒有蒙到的 但這些位置 它又開始蒙了 而這裏 亦都可以調教那個蒙的程度 至於效果 重不重手呢 大家自己的喜好 現在基本上一個防護網 我最需要的三樣元素 其實都齊齊了 包括本身自己的Noise 一個熱氣流的模糊效果 再加上那些空氣扭曲 那個感覺 OK 那現在下一步 我要再做多一件事 首先這三樣東西我先關掉它 然後我把Ocean這個背景 Ctrl D Copy多一次 我們由它合起來 這裏開始 我就拿一支筆 一個小孩 畫它出來 好了 大概畫了Ocean的形狀出來 然後我們這裏改一個名字 叫做Ocean的Roto 然後我們獨立它 Solo它看一次 先關掉這個遮罩 好了 大致上這個形狀都OK的 那我打開它那個Mask裡面 我們把Furder 加一點 輕微可以了 Expansion 調一下它 然後我們的Mask Path 把它穿上去 因為這個Ocean會有少許動 那我那個Mask 可能要退一退 那我穿上背景那裏看看它 那我們下一個Keyframe 看到它稍微會退了少少 那我們就整個遮罩 讓我動 追一追回 少少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其實 影響不大 那這裡有少少走了位 那我們又拉好它 好 那跟著因為其實它這裡已經freeze了 那我已經不需要再做了 那我們的遮罩由它在這裡 那我們去回之前那格 那遮罩出現的第一格 那再前一格呢 那我可以把整個遮罩 扔掉它 那我Solo它出來有什麼用呢 那我就告訴大家 我們去回 Project這裡 我將這個Shield Noise Come 即是我們下面這個 Ctrl D Copy多一個 然後我們拉出來 就墊在這個Ocean的Roto後面 然後這裡我們先改名字 這次這個呢 我們叫做 Inside 開頭第一個 我們改名字叫做Outside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去回它這個Shield Outside那裏 將它兩個Mask Copy 然後Paste 回來 Inside這裏 好了 那就一模一樣了 那為什麼我要這樣做呢 你現在看到 有一個防護網是在Ocean的背部 那裏 因為剛才那個防護網其實是立體的一個波 那沒有理由只是放在它上面 它背部沒有 那現在我就是想做這件事 那下一步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先去這個Shield Noise Inside裡面 我們按兩下 它這裏有一個Shield Noise 就是做了剛才這個東西 連同那個CCSphere 今次 我們就把這個Shield Noise 按Ctrl D Copy一個出來 然後我們先選擇這個 我們再按這個 Shield Noise Tool 按著Ott 我把它替換下來 那它就會把剛才的Shield 1 變成Shield Tool 然後我們按Effect這裏 我們就把它改為 Render 改為Inside 那它就會只得到那個波的內部 那這裏呢 因為它這個是那個 將剛才整個方形那一幅 捲起來了 這個波的接口位來的 那我們去Rotation那裏 我們在Y軸那裏 轉一轉它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Inside 那為什麼剛才我要在Project那裏 去Copy這個Shield Noise 因為這個Shield Noise本來只有一個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 改成Inside的話 它會連剛才 我Main這個Outside那裏 都改成Inside 所以我要把它Copy多一個出來 然後我們就進去 Outside這個那裏 同樣在這個Shield Noise那裏 它的CCSphere 這個我們就改成Outside 它原本是Full來的 那我們就改成Outside 那我們進來這個Inside看看 你就會看到 那個是改了Outside 這個改了Inside 那大家就分開 沒有雙充了 那現在 我將Outside那個 靜眼仔打開它 用Add 那也有一個Inside Inside我打算用Lighten 那現在的效果就是這樣 那當然 可能 其實它在動的時候 你不會看到Inside那裏有些什麼 但是 做多一點 那個象徵度就高一點了 那我們現在關掉Outside 去看一下 那你會見到 它背部也有些紋理在動的 不一定要Lighten的 所以你可以照用Screen 或者Add 其實都沒有所謂的 只不過如果用Lighten 那個感覺 就不會太重手了 然後這些Distortion 和Blur 我都開啟了 那最後就到這個上色的環節了 那我們就選擇這個Shield Noise Outside 然後我們在這裏選擇一個叫做Color Color Vibrance 那我們拉過來 哇 那綠色好爆啊 什麼顏色 無所謂了 你自己喜歡 那 這樣 我喜歡藍藍的 輕輕光光的 那我再調校一下它這些 那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 所有的數值 我們就Copy 就給了Inside那個 那你會見到 深色一點的那些呢 其實就是在後面那個 來的 變成有少許層次 那這個就是選擇先Lighten的 效果了 好 那我們現在暫時關掉這個Mask去看看 那得出來的結果就是 Ocean一合手 然後那個 氣罩 就彈出來了 那些能量一邊移動 好 那之後呢 大家看過那段影片 其實都會看到Ocean一交叉手 那時候其實鏡頭會增進去 那這個就是我們用4K來拍的好處 那首先要怎麼做呢 那我們按F4 在這裡按F4 轉去這一 板之後呢 我就把 那麼多個Layer的3D 我都著了它 然後我們新增一個 Camera 數值不需要怎麼變都可以 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 去回最頭這裡 看回 一路來到這個位 Ocean準備起手的時候 我們按開 Camera的 Position 按一按P 我們給個Keyframe 然後到它合在手的時候 那時候 我就要 鏡頭已經 增進去 我們看一次的效果 或者可以 試一下 多一點 然後給它一個F9 那基本上 這個保護罩的效果 其實就已經完成了 那如果這些文理的 大家想改一下它 那其實只要修改 最裡面那個 Shield Noise 我們一路按進去 修改這個 Noise 其實就已經OK了 好 那這次的教學來到這裡 就差不多了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就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啦 Like我的Fan Page 跟我Share一些片出去 那我們下個教學再見啦 拜拜